我們其實剩下的部分的話大概是這三個 那在Tenient Distance這裡 其實這裡是 它其實是坐在Mainful上面 可是這是比較久以前的 想說這裡可能需要說 我們決定要看哪幾個方法在生意的地方 那至於前兩項的話 我們沒有講到的前兩項 那我這裡稍微再來講一下 在Early Sturbing 其實這個是一個還蠻 就是也是很簡單的方式 然後當然跟你的Agregan是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用Meta-Agregan 那基本就是固定的 這個次數避免overability 那當然一開始的話 你會需要一個Vedation Set 那用一個Vedation Set 來決定說 你這個問題到底要train到什麼時候 它的真正它的test error才最好 所以用那個次數來contain之後的training 那它這裡要提到另一個方式 就是如果你想要全部的data都用 因為如果你用Vedation Set 你可能就是Vedation Set拿出來 那如果你要全部的data都用的話 你可以就是把所有的資料加進去 就是繼續train train到train in error 跟你那時候快出來的那個test error 就是那時候的error越接近了 越好 就是不要讓它再training error再下去 所以你就會有一個training error的一個標準 那所以這就是兩種early stopping的方式 一個是用次數 一個是用training error 那所以這裡其實就是 當正就是要用的話 就是不管什麼方法的話 就是都可以搭配什麼 你講的次數是 你可以的 它是次數嗎 它應該是Vedation 的 accuracy 達到最高點的時候 的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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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是那一次的那個的參數 對不對 對 其實就是一般來講 就是大家training到一個時候 就不要再training 那當然就是 也許想要用所有data的話 就可能training error 到那個位置 就不要再這樣 那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他們大家會想說 那這個也是個recognizer 那在這一開始就會先講說 跟位 decay 會不會很接近 那其實它是跟位 decay 會有一點接近 那在 可以看到Beat Shop 那個paper 那裡面就是 有特別去推導這個 那我們也可以簡單看圖 那其實就是還沒有走到 我們那個regalized 那個點 然後我們就先讓它停下來 那如果要用 比較像推導的方式的話 不好意思 因為比較像推導的方式的話 其實 文件裡面是 那它其實就是 因為 因為 跟次數有關 然後每一次的次數 都用軌碟式去做 那所以我們就是看說 立濤次跟濤減一次 就是從濤減一次 然後做這個 嗯這個 這個 這個step之後 然後 會得到下一次的結果 那這樣子做 做這個節目 其實因為次數是有限制的 然後我們走的距離 也是有限制的 然後它之後會跟 跟位 decay 的 式子去做明對 那所以其實就會覺得是 非常接近的東西 它在這裡會做一些 就是比對說明 那其實 所以early stop 當然就是 直覺上才能了解 就是不要讓它 到後面的比例 然後如果要 硬要說它跟什麼 Regardizer 比較像的話 也許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去跟它 去跟位 decay 結合在一起 就是做一個類型 它另一個沒有講到的 也是一個比較大的 的東西 它這個比較大的東西 我是建立可能 我建立 要不要 藉由特別的方法 去特別介紹 那我們可以先來看這個 Aversarial Example 的概念 那就是其實 這種 example 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分證 beta 有一個x 例如說像這裡有一個 熊貓 它可是我們做一個 很小很小的改變 我們就會 就是會得到錯誤的距離 那可是其實它是 我們如果用人間人來看的話 它看起來就是 有本的熊貓 然後 它是覺得說 這種東西在 你不管什麼 Aggren 什麼方法 Train 都會有這種 Aversarial 的增加 然後過去 大家可能想說 這是為什麼 這是不是因為 是Nomini 的關係 就是我們的 Nomini Network 它有 Nomini 的成分 然後所以 造成這個問題 還是說 這個是因為 Aversarial 的問題 那 他們在這裡的話 他們就是想說 其實DNomini 會造成這件事情 大家可以看那個 Good paper 它這邊 譬如說 在IC R 20 應該它也是 這本書作者 是 所以其實 它這篇 paper 其實講得 蠻詳細的 它一開始就講說 欸 它覺得 linear的也會造成這個問題 那 它像說 它這裡就是一個 E打 E打就是一個小小的改變 那像說我們的影像 它說 我們如果 弄到0到255 那一定會有那些 被闖K掉的部分 就是像說255分之1 那種小小的部分被闖K掉 我們Dimension 大 我們乘上 Wate 這些被闖K掉的東西 加進去之後 就一定會造成 造成這個 這種 的 Stereal 的 example 那所以 它 就是跟過去 人家講說 欸 這是因為我們的 Classifier 是那麼linear 還是什麼的 它是覺得不是這樣子 它是覺得 是linear有造成問題 應該要比較不利益 才能去抵抗這種 這種 這種 這種事情發生 那它其實主要 有用了一個 找這種 Example 一個 嗯 比較快的方法 那它其實方法 還算 就是 容易理解 它其實是在 X的方向去做為一分 然後 去 對這個方向去 加上一個 值 我們仔細看這個 Ten 它其實是 對X方向 去做為一分 它這樣其實我們就很容易 找到那些 這種 人口 再進進 這種 然後 它這個 這個 圖 但是 做為分 之後 在取賽 它的正負號 惡靈 然後前面還有 一個 對它帶一個參數 對它這個參數就是 調整 然後去找 這種 例子 然後再加進去 所以 他們其實 他們 其實 主要的精神 可以看 這樣做 所以 這個就是我們 介紹比較少的 介紹比較少的 請問一下 那 騰拳那個 就 不好意思 剛剛 它那個它是做了一個反例 就是說 你本來的一個 classify 已經訓練好了 但是加上那個 mursary的一些 就是小碳碼上 可以把它 就這樣 所以他們說 這樣子去做訓練 是要怎麼做 它是有些是 加在 加在 它 就是 那 把它加到 它 學習方式 裡面 就再加一個 所以 我想說 大概 這樣子 總是 大概 如果 要想去的話 把它刻意在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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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這張 應該 是 這樣子 不需要 六位 怎麼樣 要 對 或者 又是 特別難度 好 沒有問題 你的資料可以 share出來 當然會 share 非常好 謝謝 就是之後會再傳下去 所以我 這張我的感想 大家也看到 為了去做 regression 就是開發出來很多的工程方法 然後 它都會講 這個 這樣的情況可以 試用這個 看看那個情況可以試用那 你看 那我個人覺得 因為我有那個生物背景 你可以看到 目前的這個主流Deep Learning網路 基本上 最主要的 除了DNA以外 主體以外 基本上 有兩個 刻畫的 模型 一個是CNA 一個RNA 那 RNA 有一個 local的feedback 所以它有參與科 那CNA是 完全是 單向的 雖然被考飛雪之位 的修正 它 並沒有 真的 那我個人覺得 這些是 我們還沒有找到真正的 相對於腦的 這種修正的方法 所以 用了很多 複雜的 工程方法 來PG 那這類 我覺得 一個重點 在未來有可能 這些東西 有可能 大部分 都會被 可能沒有辦法安全一點 但是有可能 會改善很多 就是加入了回饋 然後 在 對應到 生物就是 除了 像 這種 單傳遞的 Active Neural Network 以外 它還有另外一組 叫做 Inhibited Neurons 像這種 都叫 S3的 就是 它被激發 然後兩邊的連結 越強 它的位置就會越大 那在 在 生物腦裡面 它有一個現象 說 這邊 產生強烈的連結 它會抑制周遭的 但是在我們現在看到的 目前的這幾個組 就是 比較Hard的 Model 基本模型裡面 完全沒有這樣的概念 所以 將來 這東西 漸漸的被導入 現有的Model裡面 這些 Regular的方法 可能有些 就 不用搞得這麼複雜 就完全靠 feedback的機制 來把它解決掉 我覺得未來的發展 就是 我 有一點 小小的 感想 有什麼疑問嗎 請問一下 就是 他如果對於那種 深入的Model 有什麼比較好的參考 說 深入的Model 如果這個領域 如果是做理論的 它這個學文叫做 Computational Neural Science 那它基本上就是完全要去 把 基本上是以人老為基礎 去做數學的Model 那這領域其實含很多領域 包含 Community Science 比如說 最近那個 那個 Georgio Banjo 他出了DPM paper 其實 就是要 approach 一個叫做 Spike Time Dependent Presticity 就是 剛剛我們講到兩個 那個 Neurons之間的 如果 連結很強 它的那個訊號越強 它的連結越強 可是在生物腦有一個 時間上的特性 就是有前後關係 所以它的前後如果有依存性的話 它的那個連結會非常的強 但是如果沒有這時間的連結關係 它不見得會trigger 那那個 Yoshi Banjo那天論文 就是想要嘗試 從理論的觀點來解釋這個生物現象 它有一個領域其實有點介於兩者之間 那我們現在都講 Machine Learning 或是Machine Intelligence 大一點就廣範圍就講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那其實它還有一個 類似同意的名詞叫做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那這個領域其實 跟剛剛講幾個term 其實可以畫上等號 可是它又有一些人 是在跟那個 Computational Science 是有相關的 所以它是介於 它是介於兩者之間 它想要嘗試 是把一些Biology的Model 引進到Artificial的Model 那也有一些人是完全不搞 Newer Network這套 所以它其實 你可以把它想似Equal 給你們新的你 但是它比較強調的是 它比較趨近於神經往路學怕這樣子 之前有看過一些計算神經科學 那它之前面 前面大部分都是在模擬那些通道 那後面的話可能在Model記憶 那所以如果是在更多的 的這些Newrong 有其他各不同方式來去Model嗎 你剛剛講的它是基本上是 已經是細胞層次的Modeling 比如說有一個叫做Hudkin-Hashley 既然叫Hudkin-Hashley的Model 它是在模擬一個神經元 它的離子通道的模型 那如果你是要看網路的話 就我上次第五章講的時候 最後我稍微提到 Spiking Neural Network 它就是以整個網路的形態 但是這個領域其實是一個集合 它的Spiking Neural Network 它光是那個模型的激發的Model 就有好幾個 比如說它最重要的 是叫做Integrate and File Model 它有點像那個電子學 電容充電然後一次放電那樣的模型 你把對應我們現在看 就有點像是它用的一種 activation function 那它跟現在的 Deep Learning的Neural Network 最主要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的那個計算的編碼方式 它是叫Spike的一個單位 而不是類似像這樣子是一個input 乘上位置的一個 純粹的向量的乘法加法 它所以它Spike Neural 它很強調它的猜明的特性 那Spike Neural Match目前的研究 所以我還沒有辦法跟Deep Learning 現在主流的那個成果 就是效果 幾個比較重要的image 還有那個語音這方面 可以做Peer to Peer的 Reout Compute 可是它在一些目前 Deep Learning做不到的 比如說推論方面 還有Compute Efficiency 比如說因為它基本上Spike是一種編碼 所以它不管是Mainerless用 還是在Computing的Power上 Efficiency上面 它理論上不需要做這麼大量的計算 你可以把它想成 現有方式就是有點是嘗試暴力法 就Power Computing 然後如果是Survive Learning 你需要大量的資料 那Spike Neural你又只是套用 其他都不改的話 那比如說 你有點像說做Compression 現在有些方法 它嘗試要在比較吸那個 Low Computing Power的 比如說Mobile的Device 它用一些壓縮或是轉成Binary 那這是一種 其實可以想到它是這種 Compression或是一個encoding的方式 那你如果只用Spiking或Spiking 你也可以把它想到它是另外一種encoding 但它整個的概念是要以人腦的方式來模擬 所以它是要突破的問題是More than this 但你可以看到一個趨勢 就是說目前在IC denied領域裡面 大家focus的看就是 都是叫所謂neuromorphic chip 中文翻成神經型態晶片 那這就是幾乎是完全基於 Spiking Neural Network的機制 比如說IBM的那個叫做什麼 叫什麼 我有點忘記了 它有一個IC 它的基本模型就是 就是以Spiking Neural Network為主 所以這個未來有可能會是 既現有的成為主流 如果將來的我一天它產生很大的突破 比如說跟現在的這個 Convolutional Neural Wave 或是Recurring Neural Wave一樣好 但是它可以更有效率 那整個其次就會完全傳向那邊去 但目前還 還有一段差距 還有問題嗎 那就可以來準備排下次的時間